今天是什么局 我打个百分三次运球 用他的长相打败他 用他的长相打败他 今天我们见到了一个长期以来 一直以来的网友 七年网友终于想 七年网友 七年网友 很早就在B站关注 自从我就是有了B站这个账号以后 最早期关注的人就是这个 然后今天我们终于是见到了此人的面目 然后我们要今天打一张百分三次运球 打几局 一局百分 百分啊不好意思 百分五局三阵打五百分 漂亮 还得是你们年轻人 不是一般都是什么赛前放狠话 五六的 没有狠话 就是正常交流 只有干狠事 对正常打球 不是你怎么跟谁都是网友 跟乌泽健 我跟很多人都是网友 对很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预测今天这百分 无欲不欲 来吧 开始吧 我投胆我投进就是我的 你投我投 投可以我都行 投一个吧 投一个 我投一个吧 你赶你赶 就开始了 开始了 有裁判吗 你就是裁判 就是我们自己叫龟 自己叫龟 最好了 老敌 你看 好可怕吧 啊 啊我 滚 小比2 小比5 小比8 小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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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平了 十七比十四 十七比十六 十九比十六啊 十九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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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比十六 十八 十六 2 1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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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那肯定是超过成熟的 所以其实还是三次运球更有这个 更实战一些 因为你三次运球你的空间也没限制 你打五打五 比如说我跟周宇强在铺铺打三胶 五打五的话都是学法 我不可能说从这运到那再运回来 大致就是在这么一个空间内出手 所以现在提倡大家还是多练练三次运球 是不是会更好 在练打三次运球之前 还是得把基本功架来 现在很多小朋友一看到 每次三次运球就开始打三次 对 而且三次说实话 你找对手的话找他这样的 找厉害的 就是说如果你跟一个不会打球的人 赖我吧 不会打球的人 不会打球的人 明明不放你偷玩 那你们打三次没给力 跟老婆我说没练到 给你们出过 刚才咱们聊三次运球 是不是三次运球在实战中更有 对 真的行 对 跟我真的行 中国小孩打球就是拍的太多了 就运太多 运太多 我们要先拖一套招 下肩下肩就完必须按完 来北京之前就是知道打三次 我觉得才有点意思 因为我平时打球总是打无限运球的 或者说打得比较随意 然后知道他应该在国外 很少机会可以跟大家切错 然后他正好回国 第一次见面 对 正好打三次运球 我觉得跟三次运球比较强的人来打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对 提高 这就是提高 如果他不会打的一番 只是个篮球网红 我觉得就没啥意思了 我觉得还是打球 还是得挑战一个 真正会打球的一个人 而不是单纯的篮球网红 速率极快 比视频里快 为什么速率这么快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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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